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小红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 没法比手吃了怎么办 快来快来帮我举圈想起 我是the night的预言 好了谢谢你 上一次我给大家分享了椰子火锅鸡的做法 这一次给大家分享一个鸡蛋豆腐煲的做法 我们话不多说 开始准备材料吧 我现在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材料 这个里面有鸡蛋还有料酒 放料酒的作用呢是为了让它去腥 然后这里面有蚝油白糖生抽 还有淀粉矿泉水椰子水 鸡精 然后这个里面是小米辣还有小胡椒 这个里面是葱姜蒜还有金针菇 那只豆腐还有椰子水 还有一个准备好的石锅 然后我们现在食材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始做饭了 Ready go 我以前放好油了 得多放一点油 油热了以后放入鸡蛋 好 然后等鸡蛋它开始冒泡的时候 现在已经冒泡了 然后放入豆腐 然后放入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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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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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葱姜蒜 然后还有葱姜 葱姜 然后 limited 改成炒熟 开炒熟 开炒熟 炒熟 我盖上 盖上 盖上 我发现一个札瓜 热 표현 等五分钟就可以出锅 可以出锅了 现在我们的豆腐已经出锅了 让我们来品尝一下吧 好痛 挺好吃的 就是我感觉应该再多个点小米辣 像我这种适了暗黄母 吃一口 好了今天我们的小红薯日记分享就已经结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子奈 后也会多多给大家分享一些别的好玩的 好吃的还有自己的一些日常 希望大家可以随着做 做完也可以跟自己的家人一起吃 一起分享 拜拜 爸 他说你跟他说帮我呆了 那我妈的可不是长得一样吗 你给我上回咱俩 你给我化妆咱俩没朋友 三二一 上一次 开始准备材料吧 祖传式专场 好了 我现在已经忘了专场了 我现在 你跟着动什么呀 我清醒一点 我现在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材料 这个碗里有鸡蛋 拜拜 拖不住了 救命啊 有没有人能救救我 我这药怎么把它放下来 疼疼疼 怎么搞呀怎么搞好烫呀 你别撸了你帮帮我呀 我的妈也扫一顶 该你擦了 该你擦了 好 好